这部取名为宇宙系列的颇彩作品 作者曹骏突破中国传统绘画视角 把宇宙天体和梦幻星象作为艺术创作的切入点 用天然的矿物质做颜料 利用色线形的自由组合和运动 将日月星辰 大地 云山 河海等元素 渲染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色彩碰撞 展现宇宙世界的莫测和悬傲 那么在我的绘画里头 我最早是从中国的水墨出发 但是当我到了西方国家以后 我发现很多的东西不得不变 因为我见到的东西变了 作品要变 一个我觉得首先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用笔 用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材料 这些年实际上我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材料的运用 这个材料有的是现成的 还有材料实际上是我自己做的 用一些很特别的矿石 我自己的研磨 用了很多很特别的这种技术 在荷花系列中 曹骏仍然以中国水墨化为主体 通过笔墨的呼吸感和流动造型 同时加大色彩的介入 加入金粉和丙溪等西方绘画中常见的颜料 强调绘画作品鲜明的色彩与光影效果 表现出荷花出淤泥不染的品质精神 和生机勃勃的生命形态 它把中国传统的唐代的金碧 青绿的那个山水 各种金色金箔云木 它是把这些所有材料 融合成一个流动的 有一种比较自然的 又带有一定的庄严感的金色 你可以从这上面看到水墨的 那种蕴散蕴染的呼吸的味道 你可以看到青池的那种 这种表面的模糊感 以及它的那种细微的 由龙刀弹由青刀重的色泽的 色层的细微变化 你可以看到独特的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是在四与不是之间 你可以看到巨像 看到印象 也看到抽象 宇宙系列与泼彩荷花 是旅美艺术家曹骏 新近在北京举办的 纽约北京零距离 前语言研究展的 其中两幅作品 展览共推出 十多幅曹骏的代表作 现场 他与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第五代掌门人 史蒂夫·洛克菲勒 共同完成的作品 《地球的呼吸》引人关注 作品把曹骏的泼彩山水 与史蒂夫·洛克菲勒 拍摄的海浪视频影像相重叠 用科技的手段 把动静两种艺术形式 融合成为 独具特点的艺术影像装置 实现传统水墨艺术 与现代科技艺术的对话 传统的东方文化教育背景 和十几年的国外旅居生活 让曹骏的创作 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 能够唤起人们 共同关照自然 关怀生命 关注环境 凤凰艺术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